Rabell飛熊 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這種凹陷的觀點 也就是凹陸的視角的觀點 我們來畫一個人像 這樣的一個人像 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是一個比較暗的地方 兩頭都會有比較亮 我們先撇開這個背景的部分 我們其實是為了用觀念去創作的時候 所以背景基本上就是我們創作的想法的一部分 對於凹陷的這種人像 我們希望它變空間比較深長一點 深長的時候它的兩邊它又離我們比較近 那比較近的地方 我們就需要它有一些H上的改變 好比說我們在中間這個地方 它可能是比較灰 然後兩邊它的層度比較高 還有這個H它會應該像是絲狀的H 我們用絲狀的H跟一些條狀的 以及這邊的條狀的H 這邊條狀的H 讓我們這個凹陷進去的效果更明顯 這一個的觀念 我們其實很難很難去體會 但是我們到了一些國際級畫家 在他們的畫法的時候 我們很難了解它為什麼 作品這麼高的時候 我們不妨用這個方式去解讀 去拆解它的作品 讓我們試圖去瞭解 那把它的作品的觀念 我們把它淋抹到我們自己的作品上來 也就是說我們不是它的形狀 我們要的是它的想法 那我們來證實它是錯的 證實我們這個方法的假設是錯的 如果我沒辦法證實它是錯的 那麼它就是對的 所以我們要經過很多次的靈母試驗 去證實這個凹凸視點 是不是真的影響到國際級畫家他們的作品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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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概花了五分鐘就完成到這個程度 這次要做一些我們剛才講的濕狀 跟調整的edge 那我們這個畫布我們有底色 所以你如果要做濕狀 它其實如果是濕濕的你 你是沒辦法拖出濕狀的感覺 那弧折的部分也是 所以可以先用這個紙巾 那兩邊都是乾的 那你對折對折再對折 這個四折以後呢 就可以用這個廚房的紙巾 你可以做出這種壓下去以後 你把顏料帶走的這種效果 然後你翻過來以後呢 另外一個角還可以再做一次 你可以把它壓下去然後帶下來 那即便你的顏色沒有帶下來 它其實畫布的大部分的飲料 跟稀釋劑都被你擦乾了 所以這個地方你如果要做濕狀的話 你就會非常方便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擦更乾一點 那這個紙呢 並不是說我們就不能用了 你就把它折回去 當你平常在作業的時候 你的手上的紙巾 把它夾在中間就可以了 那至於這中間的這一張呢 你就可以用原來的 我這個已經用過了 那這樣的話最外面這張是乾淨的 這樣可以確保你的手都是乾淨的 無論你拿了多少支筆 你隨時都可以休息 接電話 你做其他的事情都很方便 好那我們來把 我們剛才擦乾的這部分呢 我們把 絲狀的部分呢 我們先把它厚塗 待會我們要帶出去的話 就很容易帶出這個絲狀的感覺 首先我們用一點點的 Cat Red 跟我們的 Terra Crat 那一個是咖啡色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個軸是這樣子 所以它最高點是在於 應該是在這個位置 因為這邊還有一個亮面 所以最高點的位置 就差不多在這裡 也對了 就是我們剛才擦紙巾的位置 差不多就是正確的位置 然後把你的顏料 Parking 上去 Parking 的意思就是停車 你停車的時候就是這樣 你看它這樣比觸非常的清楚 那為什麼會很清楚 是因為 我們剛才紙巾的作業 那加一點點的 Alysium Crimson 讓它變暗面 那這個頭的暗面呢 它就形成了 這種圓圓的感覺 因為這就是我們所謂的 明暗交界面 跟線 這個都在這一帶 那它就產生一個 黑黑的頭的位置 那這個你不用把它畫到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的話 它只是要讓我大約定位 說這頭部在這裡 頭部在這裡 那這個整個空間 它相對的位置 大概有個想法 顯然我還要再過去一點 因為它待會兒 它是有點低頭的樣子 好了定好了以後 那就先放在那裡 等那個顏料沉澱到 我們的畫布孔裡面去 待會兒我們再去繼續做 你們可以遠遠的可以看到 它後面是一片霧座的 而是一個大小的 因為我會看到 一間大小的 是一個小的 這間大小的 也會看到 兩間大小的 是一間大小的 一間大小的 就是一間大小的 這樣完成 初期的快 基本上我們用的這個觀念 就是中間是一個暗面 然後兩側是個絲狀還個塊狀 這樣的H 放進去以後 讓這個身材 感覺它比較修長 我不曉得有沒有比較修長 但是照比例來看好像是比較修長一點 背景的部分都是為了襯托我們絲狀H 它所產生的對比 就是因為那個是我們強調的地方 所以由於看到它的明度以及它的漸層 是我們的重點 那這種重點就是為了讓我們的兩端 接近我們的視覺 接近我們視覺的意思就是說 在空間上 你會感覺到在絲狀的部分 這個H 往這邊跳 這一塊的色彩是往這邊跳 所以它這個是比較奧現簡訊 人的比較拉長一點 看起來是真的有點拉長一點 那其他的這個東西都是我們的背景 盡量利用塊狀 條狀 絲狀 然後 最後是一個平圖的接近霧狀的東西 只有一小部分 像這個小部分 它是一個原來的